現在我們要進行一個老茶的開封儀式 三十六年前 爸爸在他剛出席的時候 用古靈館納所保障的冬町帝 是當結婚那天來開放 讓貴賓可以認定全萬幾兩次的抵美 現在這位抵農 也叫爸爸當初為他保障的方式 幫自己剛出席的小孩保障抵美 也代表著北部的愛的一種團型 那在那時候我老生衛生出席的時候 我先說拜神是說這個冬町帝 如果叫牠們放下去 牠就沒辦法吃到我們這隻照顧你們的冬町帝 所以我就利用牠吃的胡靈粉的功能 把牠放一共的抵美 所以我也希望 我小孩讓牠們這塊老茶 讓牠們知道我對牠們的愛是多好 所以想要讓牠們知道牠們結婚的時候才會送給牠們 這位孤子的女兒 也就是一直看到爸爸在為牠們的抵美 就只能感受到爸爸的愛跟其他一樣 為了要讓顧客以及朋友 也一樣可以為自己的孩子保障紀念地 所以這位地農 是想出以老地銀行的方式 讓人可以駕地來保障 主要是讓孩子以後做一個紀念 另外一方面是 市民上有很多老地 我們不知道是真的還是家 我們自己保障 比較有的保障 來到老地銀行保障的地方 可以看到一公一公的抵美 很多都帶有手銀 也就是腳筋 才會每一公抵美 裡面都帶到還有爸爸媽媽 對孩子媽媽的愛 因為我爸爸放這個鐵給我很感動 所以我想說 用這個模式 讓那些朋友 或是客人 可以放這個老地 那老地可以讓他們孫子 不就孫子 可以做很多紀念 現在擔任 就放有兩棺 擁骨年棍地起來的地味 可以說是擔任的頂點一步 也代表兩位爸爸 對孩子的愛和期待 記者收看採訪報道